這裡是我雙城系的4D展 這一次會舉辦的4D展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希望大家可以 透過這個4D展 更快的進入我對於雙城系這樣專輯 奮不顧身和冷靜自閉的概念 不會好像感覺只是一個想像 那我們把它這一切的東西 所有的原貌跟包括我在工作的場景 都帶來了台北 這個展覽一進門呢 其實它的四周會有一些詩句 然後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作家所寫的 那這中間都會有一些照片 那這些照片呢 有的是街景 有的是有我在裡面 那它都是呈現比較透明的狀態 因為我們要有一個透視的感覺 我覺得現場看真的不一樣 因為畫面很難拍出那個深度跟立體度跟透度 好像我站在這個位置就會覺得 我好像要過馬路而且對面就是紐約 這很厲害真的 我們一進門剛剛所介紹的空間都是奮不顧身的空間 然後現在呢中間會它會有一個交叉點 然後我們才會進入冷靜自閉的空間 但是中間是什麼東西讓這個火消滅 因為要讓這個冰融的話呢 當然依靠的就是水 然後點水這個東西就會在這邊 奮不顧身的自己進入了這個空間以後 其實你反而會變得更安靜 然後其實站在中間可以聽得到自己的 我的音樂我去連學這首歌 它是完全就是環繞我的耳朵 然後上面又是很厲害耶 它這個是水晶燈的概念 但它其實不是水晶燈 而且裡面這個燈是有水的 我自己很喜歡 然後當你在這邊沉浸完聽完我的歌以後 其實到了另外一個空間 其實我的心又回歸了一種平靜跟冷靜 然後就會來到這個冷靜自閉的空間 另外我們也做了這個死滴立體的部分 除了有三滴的呈現 還有煙霧 然後還有當時的成績 感覺就是有路標的那個紐約風 真的就是很現實 然後你會發現這整塊地面 這一大區塊的地面 很像融化的水 但它的質料其實是靜面 那這個靜面是要呈現如雨薄冰的感覺 因為我們在愛情當中就是 生怕走一步 然後就會可能那個冰就碎掉 然後我們就要很小心翼翼的 然後再來就是 粉絲最喜歡的 然後又或者是可能還沒有那麼認識我的朋友 其實可以透過這個地方看到跟我有關的東西 這是愛情告解室 它很酷 它就是呼應了我的英文名字Rainy 就是下雨 然後這邊有很多把傘 其實我們在傘下 然後拿起耳機 其實靜靜的去聆聽音樂的時候 我覺得是 不見得是寂寞 你有時候是真的得到一種救贖 然後在這耳機裡面很棒 很豐富的就是可以聽到 我雙城系這張專輯的古首歌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心裡有什麼很想分享的故事啊 其實它桌上都會有這個 編水卡 就是你可能對愛情的疑問 我覺得都很歡迎大家分享